大家好,我是Tommy 那我们这个章节要讲的是有关于 如何申请美国主机的一个空间 那请把这个网址贴到浏览器 那你就会来到那个叫做hostgator网站的一个首页 那Tommy是建议你直接申请 这边有一个web hosting web hosting 然后选择baby plan 那一般的话就依照你的需求 假设你要申请3年 3年的话 他这边会有20%of 就是打8折 那我们看一下他的一个运作流程 假设我选订购 订购的下一个流程又分成两种 就是你要顺便跟他买一个 domain 或者说你已经有一个 有一个那个现成的 譬如说你可能在 别的地方你有申请一个网易名称 所以这边就分成两个状况 假设你要 那个直接 顺便跟他买一个网易名称的话 就这边直接申请一个 那Tommy是建议你不要在这边申请网址 不然万一你后面可能你有需要 空间要搬来搬去的话 那你的网址就被他绑住了 比较麻烦 那譬如说 譬如说 我要用这个 blog AutoForward.com这个网易名称来架设 这个hostgator的空间的话 那就把你的 已经在别的地方申请卡的网址打进来 然后再来呢 一样 先确定说你选择是baby plan 就是 一般比较常用的 然后选择 是要36个月 就是3年 然后这边他有跟你讲说 大概多少钱 因为你一次买36个月 那一个月就变成是6.36美金 那username 的话就是你将来要登入这个 美国主机空间 美国主机空间你要使用的一个 账号 那譬如说 这边 就看每个人的需求 你也可以 打一个你比较会记得的账号 不然你可能要另外一个用途账号记起来 譬如说我取名叫 BlogAuto 那Security PIN 就是你的登录的密码 譬如说 16345好了 那再来呢你就是要填你的那个付款资料 他这边有主要接收一般的信用卡 那一般信用卡就是这边打一打 那如果像那个 Email的话 你可以那个 你会需要一个账户的Email 拿你的那个名字 一般你就照你的步骤这样打就好了 然后那个家里的电话手机 然后地址 地址的话 地址音译 他这边就会帮你把这个地方找出来 所以说你来这个 譬如说你是台中市的 什么区 的沙路区 什么路 他这边都可以找得到 然后再把你的地址 贴回来这里 这边是家里的电话 手机 地址 地址如果比较长就分成两行 City City 譬如说 台中 是 那是对 国家这边先选台湾 台湾 然后 Lip 就是那个有地区号吗 就是你这边要先选的台湾上面才不会 要你选出是美国哪个州 然后 如果是信用卡的话就卡号的 卡片上面的名字 卡号 然后那个有效期限选选 那这个就是他们这边有那个 有一个 说明图解就是 你的信用卡后面的那个 一般台湾来讲就是 后面的三个码 把它打进来 那如果是PayPal的话 那你只要你这边选择PayPal 那下一个流程 就会 跑到PayPal那边去 输入账务密码 他这边有另外要叫你 要你输入一个 就是账务的 一个密码 就是你后面可以查询 你的那个 什么时候被扣款 然后什么时候会到期 那 Carpon Code就是说如果说你有拿到一个 优惠码的话 这边 就输入 那他这边因为 因为是打八字 他已经帮你输入好了 就这样而已 打勾 他这边的意思就是说 你一次购买三年 是美金 268 那268 的话 算大概六七千块吧 七千多块 三年七千多块 你觉得贵吗 其实很便宜 那没关系 虽然他整个是英文流程 那他们这边将会带你 去熟悉整个 C Panel 的一个 几乎是 最常用的功能 如何使用 所以 申请驾驭就对了 不要 浪费的这么好用的资源 不用 那这个章节 我们的讲节 就先到这边 我们写个章节见 我们下注某 走 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